这只西施犬得了不知名的怪病 发病的时候只能抽动着身体 在地面上四处乱滚 嘴里还不断发出痛苦的哼鸣 眼看着自家小狗难过的模样 女主人在一旁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她说小狗今年只有三岁 可持续这样的情况已经快一年了 她每天都会病咽咽地趴在地上 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发作 随着次数越来越多 间隔也越来越短 让主人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其实在西施犬刚开始发病的时候 家人就带着她去了宠物医院 但无论是抽血化验 还是拍摄X光 甚至连超声波检查也做了 却没有发现任何健康问题 或者可能引发疼痛的地方 最终只能进行药物治疗 帮狗狗缓解疼痛 等主人带着西施犬回家以后 没过多久就又发病了 疼痛让她从左到右翻滚着身子 可怜巴巴地哼急着 主人见状只能去厨房拿出零食 把医生开的镇静药一粒一粒包进去 再拿到小家伙旁边喂给她吃 希望能让她舒服一些 然而吃药也只是一种暂缓的方法 并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爱宠 为了让西施犬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 主人决定在家里安装监控 把小狗发病的情况记录下来 交给医生来进一步分析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次安装监控的行为 还真就解决了困扰一家人的难题 只见画面上的小狗前脚听见主人关门 后脚就头不疼 腿不酸站了起来 在客厅晃晃悠悠地溜达 看不出丁点毛病 他甚至在三个房间来回跑酷 叫声足够洪亮 腿脚也足够利索 简直可以说是过分活泼 然而当房门打开时 小狗突然就地一趴 蹭着地板开始哀嚎起来 等到主人伸手抚摸了几下狗狗 小家伙又像是不痛了一样 安安静静地趴在地上享受着摸摸 看着西施犬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主人怀疑这家伙压根就没病 于是女主人带着视频 重新找了家宠物医院 没想医生看完后直接笑了 并且一口堵定这条狗就是装的 医生说如果是生病疼痛 正常小狗都会垂下尾巴 但画面中的西施犬只是看上去痛苦 尾巴却高高翘起摇得很欢 这就说明他并没有哪里不舒服 甚至心情很好 得知真相的一家人哭笑不得 提心吊胆地过了这么久 一直担心爱宠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没想到最后居然是装的 但他们仍然很好奇 西施犬这么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医生在仔细观察了视频后 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他说狗狗这种异常行为 大多是为了博得主人的关注 很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 家中有什么变动 让他得到的关注减少了 所以才会装病让主人多看看自己 听完医生的话 女主人很快猜测到了原因 当初西施犬是女主人和丈夫 从收容所里收养回来的 那时候小狗因为得了皮肤病 身上的毛被剔得非常短 看上去丑丑的一点都不可爱 但男主人还是一眼注意到他 并且把小狗带回了家 因为心疼狗狗的遭遇 所以回家后西施犬受到了全家人的欢迎 给了他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以及无限的宠爱 让狗狗品尝到了被重视的滋味 然而就在一年前女主人怀孕了 从那以后家人对狗狗的关注就减少了 等孩子顺利出生后 大家不仅要照顾大人 还要帮忙带宝宝 没人陪西施犬玩 一下子让小家伙感受到了冷落 还以为自己又要被抛弃了 为了重新得到主人的爱 所以才选择了假装生病来获取关注 知道了狗子生病的真相 主人自然不能让他继续误会下去 因此联系上了一位动物行为训练专家 看看怎么才能让西施犬停止装病的行为 安心地在家里生活下去 这次专家上门后 为了不让自己影响到狗狗的表现 他选择待在屋内 通过查看监控画面 实时指导主人的行为 当西施犬再一次装病时 主人像往常一样靠近他准备伸手抚摸 却被专家叫停了 他让主人们立马离开小狗的视线范围 不在他表演时给出关注 这样才能切断狗狗的错误联系 不再把装生病当成吸引主人注意的手段 看到主人离开 狗狗明显感觉到了迷茫 似乎想不明白这次为什么没人摸自己了 但很快西施犬又进行了第二次尝试 追着主人的脚步来到隔壁屋子 这次刚一趴到地上 专家就让所有人撤离房间 这下西施犬也不装了 屁颠屁颠跟在身后 这么反复折腾几次 狗狗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套路不管用了 但是就在他心灰意冷 老老实实不作妖之后 专家又让主人拿出玩具 陪着小狗一起玩耍 这样就能在改变错误认知的同时 让狗狗知道原来自己不需要装病 也能得到主人的陪伴与宠爱 除此之外 专家还嘱托主人多带西施犬外出散步 一方面能够缓解狗狗内心的焦虑 另一方面也是培养人宠关系的好方法 只有让狗狗感受到足够的安全 以后才会避免他为了吸引主人注意 做出那些奇怪的举动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可真是一只狗撑起了一台戏 为了吸引主人注意 就能装病整整一年 如果不是主人安装了监控 还真让西施犬的轨迹得逞了呢 不过好在狗狗身体没有毛病 希望小家伙以后也能健健康康的 开心地生活在主人身边吧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